如果你想用最小的時間學最多的投資知識 那就要報讀股票技術分析促成班 這個課程會教你股市的基礎精銷 捕捉移動股的方法 同時避免走勢陷阱等豐富的內容 不想錯過的話就快點報名 2月20日星期一開課 有晚上班 歡迎網上報名 港股昨日急升 升了319點 不過今早來說有些回吐 大致方面早段低開 低開96點 之後回軟 之後做好一點 高低波幅有265點 行至收市價21,010點 微跌了8點 不過成交方面增加了901億 近期開始動了 有些人想做投機 有些人想做投資 我們今天兩樣都說了 又說說股票 又說說歧市 如何入市 好 先看圖表 今天的港股走勢來說就很厲害 不過在於甚麼地方 不是升幅 是在於甚麼地方 成交量多了 有901億 所以今天成交量很顯眼 走勢方面來說 今天是由低位插上去 大致方面留意到 今天早段低開 低開96點 之後再回落 後來插高 差不多都近高位收市 微跌8點 現在走勢方面留意甚麼地方 留意那個知識狀況 我們看看知識區 現在平台方面是哪裏 昨天我們所提的 平台方面是20639點 20639點 如果想短炒的朋友怎樣做 就做旗子 旗子方面如果要拿貨怎樣 明天回下來再拿 你留意一下這隻腳 這隻腳和這隻腳 每天的腳都會高些 所以估計明天的走勢來說 就算回的階段 正常跌是低不過這隻腳 所以如果你想入貨來說 好像哪些範圍 這些範圍到 這個價位方面 恆志方面 20828點 20828 好了 這個位置就入貨 到哪個位置 止蝕 這個位置 要是 止蝕位方面 20756 20756點 換句話說 828點這些水位 博反彈 756就止蝕 風險方面 你預算有72點風險 走勢方面 有時破頂的 可以怎樣 通常我們如果市場破頂 再往上走 如果做短炒的朋友 就把食股位往上移 因為有些軟件方面做得到 怎樣做 就說市場再升 會把食股位再退高 這些做旗子裡 有些賣賣平台 可以這樣做 這些要留意一下 那你說我不去做旗子 太投機了 那麼個別股票也要留意一下 有哪些股票 這隻 116 116叫周生生 周生生今天收市價 20元090 升幅有0.97 升了5.1% 成家方面有5升400萬 這股票底部也形成了 這裏是往上移的 留意一下 底部是往上移的 這裏是 現在來說 下來了 橫行 再上去 再往上走 現在的情況裏 平均線 這裏都夾搭著 有一個升破即將 這裏你留意到了 這裏 頂方面 這裏就快升破了 今天來講 收市方面 是低過去的 不過如果你說到明天來講 再有一點升幅 平均線明顯的升破 再加上這個破頂的狀況 這個形狀就相當漂亮 通常一爆上上面 升幅都會多些 這些股票留意一下 等待一下 明天有機會隨時爆上 留意這個平均線 加權平均線 和這個破頂 就是底部 反彈再回落再上 這個底部方面 之前是高些 形成一個支持的狀況 這個形態上 有時蠻漂亮的 留意各別的股票 其實近期的股市方面 有句話叫做炒股 就不炒市 為甚麼呢 各別股票的升幅都很厲害 有時我都喜歡找些移動股 所以你看到近期的股票 都多了 怎樣選一些股票出來呢 就是我們用技術走勢分析 有一個班 股票技術走勢分析 接下來20號開課 星期一 如果大家想學一下 怎樣選股票 技巧怎樣去找 留意這個班 看看我們的網站 好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